人間苦空無常 遠世人不分你我 秉足安然脫迷 縱世塵度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今集的 新知智庫的第23集 今集阿KIM想跟大家分享 一些關於藥鬼的資料 在我眼前 有一個很精緻的藥鬼 最近阿KIM看到一個很漂亮的藥鬼 大家可以看到這件事 但提到藥鬼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藥鬼是什麼 今集我想說一下 首先我們看到這兩個 就是聖經裡面所記載的家禄拍 就是兩個天使的 那藥鬼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藥鬼就是裡面收藏了神和人之間的藥定 一個covenant 那裡面是怎樣的呢 它是有特定的size 那裡面的size 當然這個不是 這個只是一個sample 一個像標本一樣做出來的 那其實呢 這藥鬼呢 關於現在這個藥鬼在哪裡呢 是有一段故事的 那這段故事就是說 其實有幾種說法的 也有很多傳聞 有很多流傳的 在這個大概是這個 這個 主前 這個 五百六BC的時候 就有人說 因為這個巴比倫被人滅了 那段時間裡面呢 就已經 藥鬼是消失了 被人一把火燒了 這樣 毀滅了 用了一些金 這樣 也有人說 因為藥鬼 一日去值錢 就被人偷了 那也有另一種說法 就說 是曾經被所羅門的兒子 就是 偷偷地 就運走了 運到去 這個 埃塞羅比亞 那裡 那裡 也都有人 後期 近代 就有兩位 冒險家 就真的 學者去發掘 去探掘 他們就發覺 原來 藥鬼 他們掛了一條隧道 就發覺藥鬼 就應該在耶穌 被釘死 那個 在城內 那地方 被人去 crucify 那地方 那個下層 就可以令到 血直接滴進去 藥鬼 因為那時候 是裂開了的 裂縫 但當他們 想去拍照 那一張照片 當然他們 拿了那裡的 政府批准 才可以做這件事 但當他們拿了 這個批准之後 他們就發覺去拍 但拍不出來 很多片 都是夢叉叉的 其實在聖經裡面 也記載了一件事 神 說到明 就不想 暴露 這個藥鬼 是暫時不想 review 很多神學家 都是這樣說的 那好了 或者到現在 有人認為 藥鬼 根本上 就在那個 知性所 的後面 就是最最入 也有人說 他其實就在耶穌 釘十字架 下面 地底下 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 之前 在 之前有很多人 就認為 藥鬼 就當藥鬼是寶拿 好像有神的祝福 那樣 他們就爭分 大家爭取 擁有藥鬼 但是 當時 當然 這不是符合神的心意 所以 當藥鬼 放在哪一個地方 都會出現一些災禍 有些人死了 發生了很多事 後來 藥鬼 也是回到耶路撒蘭 無論現在的藥鬼 是否真正在耶路撒蘭 這就是 看過一下 怎樣看 因為 甚至乎 有人掘了那條隧道 有人證實了 看到好像藥鬼那樣的物體 但是 拍完照 又有些雲 遮住了 然後 最後那條通道 都是被封實的 因為當地政府 都覺得 那樣東西是太危險了 他覺得應該是保存 藥鬼是不應該向外界公開的 亦都 有傳說 每一年 大祭司就會去 捧住一盆血 羔羊的血 去 這個指診所裏面 如果 再去看藥鬼 否則 因為人有罪 就會死 OK 那好了 究竟藥鬼是甚麼 藥鬼其實是一個 用一個很漂亮的木 然後 再加一些金箔 外面倒了一層金 而上面有兩個基利帕 就是這樣遮住 打開那個蓋裡 然後裡面還放了一些東西 但是去到所羅門的時候 裡面的東西已經被人偷了 那 那 藥鬼裡面放了些甚麼呢 其實剛才說一下 根據聖經裡面的說 藥鬼 就是一個 兩 兩尺半 OK 就成 兩尺半 應該就是這樣 如果當這個 這個應該是兩尺半 然後 就1.5 尺 高度 又1.5尺 那 那 裡面呢 就是這兩條東西 就用來被人抬 就當像耶穌 那 就是耶穌華的車 這樣可以被人抬著走 那 這個因為由於是紀念品 所以他就 他就這樣放在下面 那 這些很多地方都可以買的 那 那裡面 那 不管有人說藥鬼 是不在聖城裡面了 已經不再是 又或者說 有人說 在1981年 藥鬼的的確確在聖城裡面 也都有人不說 在聖城裡面那個是假的 真的 其實已經偷龍轉鳳 走出去 出了別的地方了 那 那有不同的說法 尤其是記載在這個 出埃及記 裡面的40章 第20節 那裡面呢 有講到 裡面有些甚麼的 那裡面 我們不如現在看一看 究竟這個藥鬼裡面有些甚麼 雖然這個只是一個標本 來的 但是這個Sample裡面 他做的 裡面是做得很精緻 我覺得很美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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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究竟放了些甚麼 我們可以看這個 這個雖然少 但是他可以打開的 那實際上正式的藥鬼都可以打開的 那 那裡面是些甚麼 或者我展示一下 少少 看看可不可以看到 或者我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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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們可以看 看得清楚少少少 那 裡面呢 就有這個 首先第一件東西 我拿出來的 就是有一件 就是這件 就是這件 那之後呢 就會看到另外呢 裡面還有 還有 有兩塊 這是甚麼的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 就是 阿拿筋 發過牙的 然後裡面 就 阿拿筋發過牙的 那裡面就空了 那 到現在呢 就說那個藥櫃裡面 其實已經是空了 在 所羅門王的時候 已經記載了 說裡面的東西已經被人偷了 那究竟現在裡面有些甚麼呢 我們可以試試 我們可以試試 看看 究竟裡面有些甚麼呢 那裡面呢 分別就是 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 阿倫牙筋 發過牙的 一個 醬 這個 那 那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就有一個叫做 馬拿的金管 那這個就是馬拿金管 因為由於金 所以很多時候 那時候那些人就覺得是很值錢 那所以就偷了 那還有兩塊呢 這兩塊呢 就是十戒裡面的石塊 是雕了十戒的兩塊 分別是 是摩西的 OK 那這個是在希伯萊書 和出埃及記裡面 都有 都有 講到這一樣東西的了 那 有一個先知 耶利米 就說了 最初這個藥櫃 是在這個 去到這個 在約旦的 那後來呢 就被這個 所羅門的兒子 就運了去 運出了這個 埃塞比亞 那 那 議論紛紛 總之就很多 那好 那 那 大家怎麼看呢 那就真是 就是 各有各的看法 那 最主要就是 看看你是否 神職人員 那 當然 每一個人 都會 譬如說去過 耶路山 聖城 又或者有些人 去過很多地方 當然 我們暫時 現在真的不可能 可以看到這個藥櫃 但對於阿Kym來說 我覺得 其實聖城 我自己都沒有去過 我也想著 下年 可能 打算去聖城 一次越來越 這個 但當然我明白 藥櫃 在短期內 是不可能看到的 當藥櫃真的 出現 在讓我們每一個人 可以看到的時候 就應該是神 就好像這個 死海古館 那樣 神安排 讓我們去看 這個藥櫃 那時候 就是 這個藥櫃要出現 是時間 來的 那 so far 其實神是 不想我們見到 藥櫃 所以他也是有種種方法 都是令到他 不曝光著的 那今集就 趕著這麼多 因為這個只是一個簡介 只不過我見到 最近我見到那個藥櫃 真的很美很美 我見到已經覺得很美 那就 希望下次可以和大家 分享一下其他東西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謝謝 謝謝